我原来就住在莲花路地铁站附近 所以上下班是使用莲花路地铁站频率很高的 进出站都用莲花路地铁站 所以对这个地方是蛮熟悉的 但最近去南方商城那边吃顿饭 发现哎呀这个地方变化大了 很多熟悉的东西已经不再熟悉 最大的变化当然就是莲花路地铁站的这个商业广场 这个商业广场现在建的很漂亮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大家从高架上 沪敏高架上面就能够看到这个房子很特别 那这个房子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 内部装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下月六月份你看这就五月底了 六月就会投入营业 这个地方会有上海第一座 不停运改造地铁站 新建的这个天桥跨越铁轨 连接南北站台 同时还升起来一个五层楼高的商业上盖综合体 施工难度是相当的大的 这个色调潮红的商业项目呢 将会是由日资的三井不动产集团全资打造 所以将会引入日本的先进的都市消费业态 打造具有逛街乐趣的车站 车站的上盖 这个地方的这个商业一下子厉害起来了 他会通过连郎在连通周边的这个百年南方购物中心 中根漫游城 你看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中根漫游城 这是新的商业 所以这一代的商业一下子 今非昔比 马上就变了一个模样 当然现在实在是太少机会坐地铁到这个一号线了 但是如果这个商业开起来 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